小亮哥老婆因地卷财务问题!他竟神明了! 李子佑因地卷入财务问题!图翻设字眼书!2018年3月27日! 大嫂团成员之一,小亮哥爱七林姿佑金,27日参加TVBS节目上班这档式录影,他虽不受访,但经纪人接受媒体访问时透露,李子佑,弟弟已经找不到人一阵子了! 原来,近日自称香港老行家的台湾代理商周先生指控小亮哥夫妻,林俊宁,林姿佑弟弟,涉嫌诈欺,但经纪人却表示,事情根本不是这样! 经纪人透露,林姿佑是因为弟弟林俊宁挂保证的缘故,家长认为老行家是大品牌,因此答应帮忙在网络上推荐,但事先强调商品需有品质保证并开发票,没想到商品开卖后,他却收到许多粉丝投诉,指控产品不止没发票,还没有中文标识,方才是一样! 他惊觉对方可能有问题,因而在2月10日在脸书发出声明,没想到对方拿着篇声明稿去告诉坏名誉,已经拿了报案三连单! 但声明内容都是真的,走任何法律程序,我们都配合! 小亮哥与林姿佑相当温爱!图翻设字脸书!2018年3月27日! 记者好奇询问,听起来从头到尾都与小亮哥无关,为何他也在提高行列? 经纪人回应,他必用公司支票跟对方借款,每个月付3万,借20万,千40万本票,借30万,千60万本票! 小亮哥曾出面还钱给对方,但没有还成,因为对方不愿意归还本票而破局,至于为何提高小亮哥? 经纪人无奈哭笑,我们也觉得很奇怪!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